在各国历史上,年纪只有十几岁,而且可以称得上军事家的人物并不多。 法国少女圣女贞德就算的是这样的佼佼者,圣女贞德虽然年纪轻轻,但为法国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,而且她在军事领域也有着很大成就。 那么人们对于圣女贞德都有怎样的评价呢? 圣女贞德是法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,圣女贞德虽然只有十几岁,但是她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是非常优秀的。 圣女贞德不但善于指挥,能带领几千元姐捞耳梁之为,而且圣女贞德懂得如何激励士兵斗志,每次战争都身先十足,只要她其志在的地方。 法国士兵无必群情振奋,斗志然然,贞德是个神奇的女子,关于她的军事才能,和她是否有精神疾病或癫痫一样,备受争议,她指挥作战不太按常理出牌, 基本上是横冲直撞,不怕死的敢死对类型,有些战力看上去赢得就像撞大运,但从后果上看,无疑真的扭转了当时的战争形势。 如果不谈运气,而与生负乱英雄,贞德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鼓舞士气,她的确是有不平凡的军事才能,这个在神的启示,下勇往直前,的年轻的阿芒女子,能够获得法国政府的重用,本身是一个莫大的传奇。 但是只要想意想意和团同样被清政府,视为反侵略的中间力量,就不会奇怪贞德和以脱颖而出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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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